我們上一課就教了電流產生magnetic field 我相信你會記得這幅圖 給電池的時候這堆東西會產生磁力 吸起碘萬字甲 即是說它是一個電磁鐵 如果有電的時候 如果沒有電的話當然沒有磁力 我們今天主要來講一下其他電磁鐵的用途 第一個用途就是起重機 起重機其實這堂用電 給電池產生磁力吸起廢鐵 但是它給長久永恆的磁鐵 permanent magnet 優勢的地方 我一旦沒有電的時候 我這堆的鐵便會掉到地上 便吸不起來 可以射火 如果我利用permanent magnet 它吸得起 但是拔不回它 另一個Electron Magnet 那個application 就是磁浮列車 磁浮列車很偉大 它速度很快 不是它用電磁鐵去浮起和移動 好 透過路軌和電磁鐵 本身裝著很多電磁鐵 它可以承托著浮得起電磁鐵的重量 我們看看它如何運作 其實你看到這裡有輛電磁鐵 有輛輛電磁鐵 其實路軌旁邊和電磁鐵 都有些電磁鐵 但電磁鐵有一個好處 就是它可以改變磁場方向 有一個permanent magnet 另一邊是self 另一邊是love 另一邊是love 就不能改變了 但是Electron Magnet 其實是可以的 你只要reverse電磁鐵 這個電磁鐵 它會說向著列車 向著列車改變love pole 但如果我reverse了 current 它就變得做self pole 究竟這個潮浮列車 如何向路軌前進呢 好了 現在它停定在這個位置的時候 留意我的鈴鐵 S這個位置和S這個位置是排斥的 它就會推向前 OK 那麼N和S 就會互相吸過去 透過右推右吸這個方法 就令到列車在這個位置推向前 但你一路向前走的時候 你發覺在路軌旁的電磁鐵 其實會做一個有節奏的配合 它令到它無論在任何時間 都是右推右吸 令到這輛持浮列車向前走 當然要這輛持浮列車停定下來 我們會做一些相反的事情 令到它排出回頭 所以 Eletral Magnet的真的挺好用的 它可以 有時 你不要磁力 你可以switch off current 你想要那邊是North pole 再做South pole 你可以reverse current 另外 Eletral Magnet的其中用途 同學有耳機 耳機 原來耳機這麼小 它有一個電磁鐵 那一個電磁鐵 鐵在哪裏呢 其實電磁鐵為了增強電磁鐵的強度 我們會有一個線圈 然後 中間 包著一個Soft iron 這塊就是Soft iron 這個電磁鐵 配合所有電磁鐵 第一張照片 有鐵釘 有線圈 有電磁鐵 也有電磁鐵 有電磁鐵 如何工作呢 有電磁鐵 如何工作呢 原來電磁鐵 譬如我給他聽 這首歌是一個交流電的訊號 是Variant current 有時電流大 有時電流弱 可以塑造出一個升頻 有些Variant current 流過電磁鐵 之後 即是電流是時大時小 時大時小 即是磁力是時強時弱 即是說 這個Diaphragm 有一塊Soft iron 做的Diaphragm 有時會吸得勁 當磁鐵強時 會吸彎 彎得多一點 有時這個磁場磁鐵 就沒有吸得那麼多 即是說 那個Sound signal 就會導致這個Diaphragm 會震動 你看到Diaphragm會震動 因為磁場時大時小 令到它有時吸得多點 有時吸得少點 令到空氣粒子也會震動 产生聲音 另外我們要學到電鈴 即是電鈴 即是電鈴 以及風鈴器Buzzer 如何運作 好 那 那個 鬧鐘 或者那個電鈴 其實是如何運作的呢 原來電鈴裡面 即是Electric Bell 其實是有電磁鐵的 這塊就是電磁鐵 OK 那我們現在 逐步逐步看看它如何運作 首先 我們按這個Press Button 按壓它下去 這樣 變成了通電 OK 通電之後 你見到它說 斬著斬著通電 通電之後 這塊會產生磁力 其實呢 我沒有在乎哪邊是North 哪邊是South 我都懶得去查 總之其實 無論North有好South也好 一吸过去的时候 这个hammer会撞击这个铃铃 敲下去就会响 敲完之后会怎样呢 敲完之后这个接触位就会断开 再检查电路 这里电路仍然是完整的 兜过去 这里是金属来的 但是这里博不通 即是说现在没有电到 没有电到那会怎样呢 这里有个弹架 一没有电到就不吸过去 有个弹架就弹回原位 弹回原位又继续通电 又有电磁铁 产生磁力 吸了soft iron 吸过去 又敲多一下 这个过程不断重复 好了 那就是佛文汽Buzzer 其实那个工作原理和电磁 其实都差不多 不过它就没有一个敲击 它这块是一块 metal strip 是一块金属膜 其实运作原理都差不多 它一按开关 它有个电磁铁 令到这块 metal strip 不断回原位 会产生声响 好了 其实电话 也是里面有电磁铁 好了 现在说了这么久 你应该一按一按一按 哪个位置是电磁铁 转着一大铸链 转到soft iron 就是电磁铁 好了 其实电话是怎样去运作的呢 首先来说 有个人 有个人 就要在这里说话 说话之后 就会产生声波 产生声波 我现在由这里开始说 它说话 产生声波 令到这里就会震动 即是这里开始震动 我由黄色那里开始震动 一路震动的时候 就会令到这个接触 这两块carbon block的距离 会时近时远 这里有一个时远 时近的位置的转变 它就会令到那些炭粒 炭粒至carbon granules 就会被压缩 从而影响了这个范围 从而影响了这个范围的电阻 就是说 对于整个电路的电流 都会有一个转变 就是说 会产生一个 时大时小的电流 会因为这个电阻 时大时小 这个电流也是时大时小 不过它不是reverse 它是时大时小的电流 产生一个时大时小的电流 这里有一个电磁铁 如果电流大一点 磁力吸力会大一点 如果电流小一点 磁力也会弱一点 就会导致这块很薄的Iron diaphragm 就会有时因为磁场强的时候吸过去 有时吸得多一点 有时吸得少一点 令到这个会震动 震动的时候 会产生空气 sound wave 是空气粒子也会震动一份 好了 说了这么久 你家居里面 很多时候都有一个门钟 我现在说的门钟 不是一按钟 有首歌播出来的门钟 是叮当的门钟 叮当的门钟 其实里面也有电磁铁 这个便是电磁铁 这里有线圈 包裹着 这是电磁铁 这个电磁铁的扇圈里面 有粒棍 这一核棍分开了两个部分 PQ的部分是一核棍 由黑色那边 到这个距离位置 這個部分是用Soft Iron來做的 Soft Iron是一個magnetic metal 它就會受磁力影響 旁邊這一邊是plastic來做的 有兩塊的Metal Place 左邊一塊 右邊一塊 右邊一塊 第一個問題是為什麼你 press 和放手 release 時的switch 為什麼會有叮噹響呢 即是 press 時會叮一下 release 時會叮一下 怎麼來的呢 不如我們想一想 press 時 我們看看這個bell push 就是電流通過 電流通過就變成電磁鐵 有磁力 我可以說這個線圈是magnetize 線圈magnetize 線圈magnetize 會吸引哪個部分 即是這個棍子 哪個部分會吸進去 當然會吸引Soft Iron Rock plastic其實是不受磁場影響 即是我的線圈magnetize 之後 這塊的Soft Iron Rock 就會放進去裏面 放進去裏面的時候 你想像一下這塊放進去裏面 即是這塊要彈出來 變成Q那邊 即是Q那邊 Tip Q就會敲擊 Metal Place A 產生一個聲響 就有個丁的聲響 好了 但當我放手會怎樣呢 當我放手release release這個switch 即是沒有電到 沒有電到 那就到那個彈簧 就發揮作用了 這個彈簧其實 剛才放進去裏面 壓到緊緊的 但當我沒有電到 這個彈簧就彈回頭 變成P就會由這個位置 剛才放進去裏面 現在就彈回頭 OK 那P就敲進去Place B 行不行 那會出現 另一個聲響 基本上 Battle Place A 和B 基本上是由 兩個不同的金屬 厚薄可能不同 產生兩種聲音 好了 他就說 Will the doorbell work If the polarity of the battery is reversed 好 看看圖先 即是說 如果這個電 正負極 倒轉了 減少電池 那會不會有效 OK 那其實 會不會 剛才不是說 首先 第一步 Q 撞Place A 會不會倒回 P 撞Place B 其實答案 就是 無論 這東西是哪裏 哪裏 有電流 MAT 即是Soft Iron Rock 都是吸過去 我不會因為 這個電流 倒轉 會排斥 所以 仍然是 那裏 Soft Iron Rock 會吸進去 那裏 Q 會突出來 撞擊 A 放手 就彈回頭 P撞擊 B 所以 運作型是正常 OK 第三 如果 那裏 如果 那裏 鑊 PQ 是製造 鑊 即是 這裏 將 Soft Iron Rock 換成鑊 可以嗎 對不起 應該不行 因為鑊 也不受市場影響 鑊 根本不會吸進去 所以完全不可行 OK 好了 現在請同學 你也做一做 182頁 有兩條 checkpoint 你做好了 再按 再play 好了 我當你做好了 第一條 MC 下面 怎樣才能令到 增加 Eletial Magnet 吸力 強度 它是用 Plastic Core Plastic 知道出事 所以它會換到 Soft Iron Core 對 Good Increase the current 不用說 大些電流 當然吸得更多 對 Increase the number of turns Per Unit Link 即是說 每一米 我繞多一點線圈 不要那麼疏 我要繞密一點 其實也是完全是正確的 那有條公式叫做 Solanoi B 等於 mLot Ni OverL 這條公式 你會明白 我的L是固定的 都是保持同一個單位 N就多一點線圈 所以磁場會強一點 所以全部適合 好 第二條 看看這個Torbell 會怎樣 如果我按鍵的時候 會怎樣 我按鍵 真的有電流通過 一有電流通過 這次會吸上去 即是這個Iron Block 會吸上去 OK 吸上去 這裏就會斷開 但這裏斷開 就要電流無關 即是說 我吸上去 我剛才吸上去 所有的電流 完整電流 其實這個Contact 是沒有任何作為的 所以這個 只能夠 一按的時候 會 敲響一次 我的But Not Continuously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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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完了 拜拜 拜拜